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三个月 欧洲乃至世界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它灼热的战场好不容易尘埃落定的时候 西方列强又在谈判桌上干了一架 其激烈焦灼程度毫不逊色于一战中任何一场大战 甚至更加尔虞我诈 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是一战的终极之战 巴黎和会 1919年1月 巴黎和会开幕 它的本意是辞旧迎新 英法每几大战胜国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是妥善处置战败国 二是建立一个稳定靠谱的世界格局 要消灭一切冲突 开启永久和平 让一战成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结果咱都知道 不但这些目标一个都没实现 还为一场更大的危机 二战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那问题来了 怎么会有这样尴尬的局面呢 怎么那些人精级别的绅士政客 都集体大脑短路了呢 博弈论里有个概念您一定都听说过 叫囚徒困境 用来描述一种困局 就是各方通过博弈达成了一个结果 但这个结果并不一定明智 甚至可能让所有人都受损失 即使在旁观者看来再不合理 参与博弈的各方也无力改变 哪怕重来一次 还会是这样的结局 就像很多折扣圈一样 囚徒困境也有个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求参与博弈的各方都是绝对利己的 这就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成立 因为正常人类虽然自私 也有无私的一面 虽然利己 也有利他的时刻 我们称之为人性的光辉 但是在巴黎和会上 囚徒困境的前提条件被充分满足了 参会的共有27位战胜国 但绝大多数国家没什么发言权 他们按实力被分成369等 由英法美一日五强国的首脑和外长 组成最高VIP十人会议 决定一切重要议题 但十人会议还是草率了 因为还要迁就意大利和日本的意见 于是英法美三国又组成了豪华会员 超前点拨三人会议 由英国首相劳和乔治 法国总理克里蒙梭 美国总统威尔逊组成 所有决议都由这老三位拍板 可惜的是 这老三位没能上演桃源三结义 反而演了一出三个和尚没水吃 三人中最活跃的 还得说是英国的劳和乔治 很多学者专家 总结大英帝国的外交策略 什么大陆军事 敌岸平衡 什么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其实不用那么繁琐 用咱生活中的一个短语足以概括 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战时的盟友 战后转眼就成了算计的对手 翻脸比翻书快 量子速度都碾不上节奏 比如中东地区 当年英军无力应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英国就鼓动当地阿拉伯人民为英国作战 承诺战争胜利后就帮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 现在到了对线的时候 英国就玩起文字游戏 是说帮你们建国 但没说建几个国呀 英国联合法国将中东分割成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挑动他们内斗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陆交界 西林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 可谓东半球的十字路口 在这一带都不用干别的 支个棚子干收费战就能发财 这种留着蜜的香饱饱 你指望戴英能食金不昧 想着美 英国让此地碎片化混乱化 无法形成合力 其殖民势力就能渗透掌控此地 攫取利益 这也成了后来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的重要渊源之一 但这些在巴黎和会上都是小场面 真正的重头戏是怎样处置战败的德国 法国是德国最大的苦主 这恐怕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识 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 德军就曾入侵法国并占领巴黎 44年后一战中 德军再度大举入侵 要不是有英俄帮忙 法国就悬了 半个世纪以来 每次噩梦都与德国有关 法国人的心理阴影都蔓延到了三体星球 更何况一战中的恶战大都发生在法国境内 埃揍还要提供场地 委屈的让人心疼 请大家把心疼打在公平上 所以法国对德国的态度很明确 杀鸡取卵 不光要捞回法国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更要彻底摧毁德国 让他永远无力威胁法国的安全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要求 先处死德国皇帝出口恶气 再把德国一分为二 在德法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 作为法国的防火墙 你向德国索要2000亿金法郎赔偿损失 最后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他也要分走一大块 由于克里蒙索狮子大开口 所以他获得外号老虎 克里蒙索话音还没落地 法国最亲密的盟友 曾在西线战壕里穿一条裤子的弟兄 多次联手霍霍亚非人民的合作伙伴 英国第一个举手反对 原因很简单 假如德国被摧毁 法国不就在欧洲大陆上一家独大了吗 那英国还怎么插手欧陆事务 还怎么从中于力 尽管一战中德国也是英国的敌人 英国也曾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但是仗打完了 英国必须要保全这个敌人 来牵制自己的盟友 这个就叫专业 当然了 而且德国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英国还得留着德国做生意呢 所以英国的意见是 削弱德国的军事实力 阔湖重点削弱海军 阔湖完了 瓜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而对德国本身 则以说服教育为主 尤其是市场和财力这一块 应当寻寻善诱 甚至要帮助德国重建经济 英国人的态度 让法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 克里蒙苏暴跳如雷 劳和乔治也不甘示弱 两位加起来有134岁的老头 炒出了一个团的火力 英法百年战争的场面再度上演 英法炒成一团 美国总统威尔逊站出来拉架 这次来巴黎 是威尔逊首次出这么远的差 来之前美国满朝文武纷纷上表阻拦 哥哥是山寨之主 岂可轻动 请哥哥三思 但威尔逊还是力排众议 亲自飘洋过海 因为他不仅仅是来开个会 还有更重要的目标 就是在世界各国亲友的见证下 从英国手众接过全球总大哥的位置 开启属于美国的时代 毕竟 美国作为一战协约国最大金主 首席赞助商 还亲自提供了400万名群众演员 不仅代资进组 还带人进组 要个领先猪眼还不是裤裆着火 当然的事 新王登基 一般都会大赦天下 以示新朝雅正 所以威尔逊为各国制定了 充满爱与包容的十四点原则 比如杜绝秘密外交 保证公海航行自由 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 允许民族自决等等 号召各国互相监督 共同遵守 听完美国光芒四射的慷慨陈词 英法的心情是 都是老狐狸 你讲什么了宅 这十四点原则 每一条都是在针对英法 自由航行是在点英国 秘密外交是在点英法 最不能忍的就是允许殖民地民族自决 相比于英国在全球有殖民地 法国在非洲掌控广大地盘 美国的殖民地少得可怜 在英法看来 这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且美国其实是英法 叫来帮忙打仗的工具人 属于备胎的性质 现在工具用完了 就哪凉快回哪去吧 还想上位 你见过拿备胎当方向盘的吗 所以英法根本不理美国那套 就在威尔逊眼皮底下搞秘密串联 给威尔逊整到空地上了 气得他几次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 在英法美热情洋溢的气氛中 巴黎和会硬是开了半年之久 从1月开到6月 从放寒假开到放暑假 英法美三国的最初目标都没能实现 达成了三叔的局面 我们来看看巴黎和会的结论 德国失去1%的领土 全部海外殖民地 全部空军和绝大部分海军 背上巨额战争赔款 但是德国仍保留了10万陆军骨干力量 和6500万人口 仍是法国的1.6倍 德国在法国的制裁下积累了仇恨 又在英美的制衡下保留了报复的力量 另外 同样为协约国胜利付出惨重代价的俄国 因为发生革命 英法对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充满忌惮和偏见 没邀请俄国参会 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战爆发时的窘境 如果没有俄国在东线不计牺牲的投入 他们还是否有底气面对新一轮危局 当然还有所有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山东青岛问题 这个体系从一建立就预示着危机 当时也不是没有明白人 法军老元帅福旭就说 这不是和平 而是二十年休战 果然 从1919巴黎和会到1939闪击波兰 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年 1871年 德国人打进巴黎 在凡尔赛宫靖厅举行登基大典 德意志帝国建立 1919年 同样在凡尔赛宫靖厅 德国代表在战败合约上签字 德意志帝国灭亡 历史划成了一个圈 1918年 在法国北部贡比捏森林 扶续元帅的专列车厢里 德军使者向法军求和 一战结束 1940年 同样在贡比捏森林的扶续车厢里 法军代表又签订协议向德军投降 二战扩大 历史又化成了另一个圈 佛家经典说 不能放下虚妄的执着 就逃不出轮回之苦 同样的 殖民列强如果不能放下无尽的贪婪欲望 就跳不出仇恨与战争的循环 也就解不开这囚徒的困境 当巴黎和会的喧闹还没有散进 在德国慕尼黑 一名留着小胡子的落魄德军下士 在街头愤懑的徘徊 在意大利纳布勒斯 一名刚刚败选的党魁 率众气势汹汹的向罗马进军 在日本东京 一群疯狂的下级军官 在昏暗的灯光下亢奋的密谋 一场更大的危机悄然展开了 到这里咱们用了十集视频 为您漫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主要战役和事件 您可以在核集和收藏家回顾 如果还有哪场战役 您特别感兴趣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新阳还会继续为您制作 总之 您喜欢看的 就是新阳乐意为您制作的 特别感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 您的三连弹幕留言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新阳 咱下期视频接着聊